這張專輯其實有講很多東西 就是像剛剛是在講有關找自己的部分 然後下面有一首歌是因為 這首歌很特別 這首歌叫做Fix Me Up 它的中文是修理我 就是幫我修好 然後這首歌我今天是一直很想唱 可是因為它的 它比較沉悶 然後我一開始我真的不知道大家是會接受這首歌 可是我又很想讓大家知道 所以我就 我可能會唱一小段 那我先解釋一下這個歌曲 就是 我會解釋這首歌的原因是因為 我一直以來都是 我不會說謊 我就講實在話 就是我很喜歡談戀愛 然後我從以前到現在我一直都是 我把戀愛當成是一個 可以把我自己填補好的東西 我總覺得我應該要去愛人 或者是被人愛著 我才會有那種完整的感覺 我才會有安全感 然後我那時候 我一直到前一陣子 我在感情上受了一個很大的創傷 其實一直以來都常受傷 談戀愛嘛 常會失戀或什麼的 然後到前一陣子 因為經歷過真的太多事情 我才突然覺得 其實有時候在 愛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可是 拿愛情 就是你可以完整自己的部分 其實是只有你 就是你可以給自己安全感 可是愛情它並不一定 是一個找安全感最好的方式 所以那時候我就 我就寫了這首歌叫做Fix Me Out 然後它的MV其實很有趣 非常有趣 大家回去可以在 在那個YouTube上面可以搜尋得到 那講那一支MV的小故事 其實我們在論事工作的時候 都沒有人看過這支MV 長什麼樣子 那一直到上禮拜 就是整個MV的後製做完了 然後你知道論事裡面男生比較多嗎 然後四十幾歲的董事長月團 到我們二十出頭歲的 一群人回到電腦中 喔喔喔喔喔 小奧你拍這課 為什麼跟我們講 我們要去現場看 因為他要講情 我想講情欲 然後我又不想要拍那種 美美的就是啊 手拉手這樣 我想要很直接透徹的 讓你看到就是你會有心痛 那就是小奧的大突破 是一個很視覺衝擊 很那叫什麼成人系 就他很成人 你回去YouTube看就好了 就大家很特別啦 就是我覺得大家 會滿十八歲的話 就是聽歌就好了 不要看不要看 把眼睛遮起來 對 然後 這樣你也講到夜會去看 就一定要看一下 這個MV我很推薦大家看 然後我也覺得 就是愛情 我還是相信愛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但是我也鼓勵大家就是要 自己堅強一點 就是不管你是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你都一定要很勇敢堅強 你們會想要聽一段這首歌嗎 一小段好不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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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I'm going down When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Love becomes instant you When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Love becomes instant we know 夠嗎? 可以啦,先叫 但是這首歌它 它還是需要聽緣粉 你完整全社做歌在情欲上面的尷尬你知道嗎 非常完整 我現在呈現出的一個感覺就是當你在初戀的時候 然後你想對方,然後人家不給你 譬如說你想親人家,人家不給你親 經紀人能找你好嗎? 應該是敲表演的吧 不要說我們正在看 我給大家現在的感覺就是 你當戀愛的時候那種癢癢的感覺 就是你聽到一點點,你還是要去聽後面 哪女朋友最長?你看吧 你看吧 你看吧 你幹嘛變這樣 往下 往下 好,往下 continue 好,下面這首歌呢是 這也是專輯曲的歌 然後它也是我們在這個靜電演出 我們做了很不一樣的大改編 這首歌叫美麗狂語 美麗狂語 狂是瘋狂狂 語是憂鬱的語 因為我覺得這首歌其實是在 我之前還罵人的 對,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很 去被商業經濟公司綁著 然後我就覺得 為什麼會有一個人 就是他可以要這樣子 置我於死地 為什麼可以綁住我這麼多人 然後我就覺得其實 大家應該也是吧 就工作的時候常會覺得 老闆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或者是老師為什麼要刁難我 所以其實我們內心有很多憤怒 就是大家其實都會有很 好,沒事 不要說什麼 我覺得我找不到一個 可以在這個場合上面說一個行動詞 但大家應該要當到一個行動詞 其實大家那時候 他遇到那個問題 其實後來我們 在深入了解他遇到的合約狀況 才知道那間公司 過分到他專門靠跟你簽約之後 告你違約 你營運的一間公司 雖然說那時候小孩子還專 音樂作品本身不錯 可是背後其實是 這很醜陋的 很多故事 就是我覺得 然後那時候我就 我講直接就是 我就因為這樣 然後我負債七十五萬 就是賠那個 要賠那個公司 那其實我在那 我在那當中 那合約過程當中 我什麼錢也沒賺到 然後我後來就 也是因為自己不懂事啦 就是我笨笨的 然後我沒有看合約我就 我就錢了 然後 你用你的人生在體現 傻孩子 三個字 能這麼說的 我就後來每個人碰到 我就是傻 然後我就覺得 這是天主定 你知道 從先開始 對 所以就從新開始 然後為了紀念這一段 很傻的過程 然後我就把這個 備份轉為力量 帶來一首傻孩子 唱過了好不好 所以我就寫這首歌 這首歌的副歌 是叫做 就是它有一句關鍵詞就是 Why you be like that 就是你為什麼要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 憤怒其實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不一定是要大口大叫 你也可以用這種 我們等一下要呈現的方式來表現 對 所以你們聽聽看 然後覺得現在這個發洩不夠的話 你就去聽專輯 你就覺得超爽 聽完之後就覺得那種隔天 我可以直接跟老闆翻桌 會不會被帶來的 會不會被帶來的